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Retail Lecture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莫顿王子与精神分裂 这篇文章我们是没有它一个完整的原文的 只是有它的一个核心内容 但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相比其他文章的核心内容来说是比较混乱的 我们如果在听了录音之后或者说看了我们的核心内容之后 不太明白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大概的过一下这个核心内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可能会放在我们的思维导图上 好了,我们先来看我们的Retail Lecture核心内容 从第一句话开始看 第一句话一开始就讲到了是斯蒂文森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对分离论话题的强大影响 分离论话题的强大影响 在美国医生和心理学家莫顿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莫顿王子的这个著作中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然后接下来第二句话又说到了 我们有一个学者呢 他认为呢prince这个王子呢 他是普及MPD现象的先虚 普及MPD现象的先虚 并且呢在这一现象呢 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案例中得到了体现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呢 讲到了游离的王子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 讲述了呢就是一位小姐的故事 Christine Christine这位小姐的故事 并且呢这位小姐呢是福乐的笔名 所以说我们其实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意思 这篇文章 除了最后一句话说呢 这个人他有多种的一个personality 有多种的一个性格 除此之外呢也就再没有了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 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呢可能比我的文章还能更详细一点 首先呢他分为三方面 就说诺顿王子呢 他从心理和生理方面 讲了诺顿王子 并且呢又讲了他人格的分裂 分裂成了三个人格 并且呢这三个人格之间呢 B1 B2是相互知道的 B3呢是指导B1和B2 接下来又讲了他最强的人格呢 其实是占大多数时间的 并且呢最后最强的人格呢 也属于他唯一的一个人格 或者说是main personality到最后 好了以上呢就这篇 retail lecture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参考单 参考单在这里面 大家呢可以自己练习一下参考单 如果练习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篇retail lecture就结束了 好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